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头驼渊小头红为您播讲 陈东创作的 遮天 后期制作 小白菜 第362集 这种秘法虽然不是万法不侵的圣光术 但也是不传之秘 是不是古经中记载的另一种无上秘法 他同体璀璨 像是燃烧了起来 右手拍出大片神艳铺天盖地 汹涌了而去 一只火焰大掌覆盖 天空狠狠地抽在了大顶上 唐的一声响声震天 虚空摇颤 吉云临也大喝 诸位 他已经历劫了 难以出手了 一起出手将其镇压 黑色的大手横空 他打出虚空大手翼 如云浩荡 不断地拍击玄黄著称的顶 响声震耳欲聋 杀 大家联手杀了他 只要将他打下万物武器著称的顶 他便是砧板之肉 那十几个人冲了过来 皆奋力出手 既然已经选择上前 那么只能下重手了 云断山脉 响声刺耳 穿金烈石 众人全都打向玄黄著称的顶 所有人都知道不可能打碎此顶 这种圣物积敛成的气近乎不朽 他们只求将其打飞 将母气中的少年阵落出来 叶凡却有些神力不济 这尊顶像是个无底洞 根本填不满 不过 他倒还不至于力竭 只是想等这些人全都冲过来而已 他没有一下子震死顶下的敌手 就是为了给人一种错觉 认为可以救出遥光的女弟子 果然 这些人全都冲了过来 到了现在叶凡不再保留 催动大顶 发挥出鲜威 呼的一声 下方那名女弟子化为血雾 直接的灰飞烟灭 大顶摇动 像是天翻地覆里般 要将整片天雨翻过来 玄黄之气一出冲向了四方 嗷的一声惨叫传来 十几名修士根本挡不住 这尊顶 流转出的玄黄气沉重如山 这些人如皮肤汗树 呼的一声 第一道身影成为了鸡粉 呼的第二道 第三道 接连化成飞灰 被玄黄气碾碎 大顶震动 冲过来的十几名修士 皆灰飞烟灭 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抗 无论斩出何种秘法 全都被破灭 无论寄出何种武器 皆崩断与折毁 挡不住 这就是一顶破万法之危 万物母气筑成的顶一阵 十方揭灭什么都不复存在 遥光的那名男弟子大叫 深夜行程的大掌疯狂的排击大顶 打得震耳欲聋 可是 却如唐笔挡出 打顶碾压而过 他顿时粉身碎骨 场中 只有一道身影未灭 那就是鸡云林 不过 显然也活不成了 下半截身子化为了血雾 一只黑色大手挡在上身前 勉强还在喘息 所有观战者心中都在冒凉气 这个少年太可怕了 一顶破万法 将所有敌手全部击碎 这样的战力 让人胆寒 叶帆有点意外 你的命很硬 竟活到了最后 丁已经缩小 划成一米多高 悬在其头上 丝丝缕缕的玄黄之气 垂落下来 将他护得严严实实 这宗圣物 让所有观战者 极限有据 你也活不了了 我几家有强者在曲州 你走不出这片绿州 定会被击杀 我既然敢来 还怕这些吗 叶帆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小崽子 你少要得意 等你遇到我极家真正的年轻英杰 你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 你是说姬好月 还是姬碧月 或者是姬海月 叶帆很平静地问道 何须我极家四级秘境的年轻人杰来杀你 道工四五重天的年轻弟子就足以 逼你如采老矣 极云林咬牙切齿 姬家道工三重天的弟子 我已经宰了三人了 一会儿加上你便是四人 四重天的弟子很了不起吗 我会去继续尝试的 叶帆漫不经心地道来 你少有狂妄 我姬家高手如云 比我们几人强的弟子数不胜数 到时候你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姬家道工秘境四五重天的弟子很多吗 将来我不介意给你们杀个七零八落 叶帆很平静 远处观战的人振振心惊肉跳 这个少年犹如魔王 敢向荒谷世家挥动屠刀 真是充满了魔性 让他们生寒 你尽快嚣张吧 姓总已漏 你不可能走出曲州 我姬家道工秘境的十大高手中 有两人在这片绿州 我看你如何活下去 吉云林脸色铁青 叶帆并不在意 依然从容与之对答 不知不觉间靠近了很多 就在这时他突然出手 眉心中央 那轮金色的小湖内 强大的神尸化性而出 射向姬云林的尸海 姬云林嗷嗷的一声惨叫 借虚空古精一关 叶帆冲上进前 封住姬云林 他清楚的知道 对方不可能掌握有整部古精 但肯定学到了几种无上秘术 如果能够搜出来 对于他来说是重大的收获 你 你做梦 尸海中姬云林嗷嗷吼叫 你永远不可能得到 突然 叶帆振振心急 不祥的预感出现 他果断退出 书文竟然收回神尸 一下子倒退了出去 哭的一声 急云林的头颅灰飞严密 一股恐怖的虚空之力 在那里爆发 击穿了虚空 黑雾弥漫 让人心颤 向他射来 当了一声 万物母气筑成的顶摇动 玄黄气如丝韬般垂落下来 挡住了那片雾光 没有击穿进来 叶帆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果没有玄黄筑成的顶 他刚才便被雾光击中了 这些弟子的尸海中 都封有虚空之力 还真是让人惊悚啊 叶帆独立场中 荒谷世家与 遥光圣帝八位年轻弟子 都被他一人击毙 这必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这些人为了缉拿他 运作曲州年轻修士的盛会 可是却被他闯到现场 打开沙戒 全部诸米 远方 曲州的年轻修士 心中难以平静 可以想象 今日之时 必将石破天惊 引发无边骇浪 这次消息根本压不下来 众目睽睽 曲州的年轻修士 全都看到了 必然会在第一时间 传播出去 两大圣帝 缉拿一个少年 却被他赤裸裸的挑衅 连杀八位真传弟子 等若再抽鸡家的脸 必然会引出一场大风波 大战落下帷幕 吉家与遥光圣帝的八位真传弟子 被击毙 这必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叶凡 降落在短山上 曲州的年轻修士纷纷退后 这个发丝飞扬的少年 虽然看起来很文静 但众人却将其打上了少年魔王的标记 很多人都在低声议论 这件事情传遍北域时 这个少年如何活下去呢 吉家与遥光圣帝拥有不朽的传承 是东荒超然的存在 惹了他们 天下恐怕再无容身之地 叶凡微笑开口 诸位还是散去吧 走吧 去中年轻修士的圣会无法进行了 不过观看了这样一场大战 也不许此行 嘘 小声点 北极节的人听到有你好看 说有什么呀 吉家在北域还不见得有这么大势力吧 我随后说几句怕什么 很多人议论纷纷 飞向远方 就此离去 曲州虽然不大 但也有不少年轻高手 自然有不少人眼红叶帆的顶 那绝对是一宗圣物 许多人都想出手抢夺 但是却不敢妄动 万物母气筑成的顶 悬在叶凡的头顶上方 垂落下一道道玄黄气 将其护得严严实实 几乎不可攻破 叶凡并不在意 向前走去 没有人阻挡去路 他竟直来到一艘宇州前 这是吉家与遥光弟子驾驭而来的 是专门用来飞空的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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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专门用来飞空的领宝